OK 第二个案例 刚才讲完了个案例 有些人会觉得 那是在美国 美国人不太小便宜吧 对不对 好 我给你个案例 美国人也太小便宜了 Jetpost.com 谢家华 网上卖鞋连销8亿美元一年 好 这个是我2013年在Jetpost.com 网站上面的截图 这个看不看得清楚 上面讲的是 无论任何原因 如果你不满意你在Jetpost公司网站购买的商品 在保留员包装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365天之内退房 我们甚至会支付退货运费 什么意思呢 这边有一双鞋对不对 蓝色的鞋 多少钱啊 54美金 54美金也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 54美金贵不贵 应该不贵吧 300多 你觉得贵 不能这么换算 人家美国人这样买的 对不对 人家在那边也换3000嘛 对不对 54而已 好吧 54 我把这双蓝色的鞋买回来之后 我只要付了款 Jetpost公司网站 就会把这双鞋 通过他自己的 募留系统 送到我家 我只要小心翼翼的把 那个包装保留好 我就把这双蓝色的鞋 穿出去露鱼 明天 我可以回来 我可以回来 要求换一双同款的 红色的鞋 再穿出去泡溜 你可以 你可以一直换 一年整天一直换 又或者说 这个不够高官 大气上两次 旁边这个也不需要65 赌一点钱 11美金 好吧 继续换 OK吗这样子 你会买吧 会 会吧 而且所有的退货的运费都是由Jetpost承担的 好吗 为什么Jetpost付出了1亿美元运费的代价 尽管退货率高达四分之一 每四个人 每四个客户 就有一个退货 好吧 美国人 他们摊下回应 摊 摊 比中国人摊得多 好 但是Jetpost却借此惊人的服务里面 赢得了惊人的回报 十字今日 每38个美国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曾买过他们的鞋 或者相关的商品 在五百万顾客中 百分之六十是回头客 五百万的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三百 三百万 五百万客户中有三百万人回头占法 有没有付广告费 没有 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顾客 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顾客 源于朋友或家人的互相介绍 百分之二十五 五百万的百分之二十五是多少 一百二十五万 这一些转介绍的人 有没有付广告费 没有 三百万加一百二十五万是多少 四百二十五 四百二十五万 也就是说五百万客户当中 只有 不够一百万的 是从其他渠道来的 搞清楚了吗 那一亿美元是运费吗 广告费 那是广告费来的 你让顾客更容易做角色 顾客就会让你更容易赚钱